哈囉 你好 如果你現在不讓我女兒走 我會給你喝 我會去找你 原來是你在講話 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怕觀眾聽不懂 當您的翻譯 酷手電影《極客救援》 二搞經典橋段 爹地 敢來壞我好事 等一下 我們是你女兒 球秒結合電影與星座 加入創意做效果 這是全新的網路綜藝節目 心不了情 我現在要分析 最會記仇的星座前三名 第三名 金牛座 No.3 Golden Cow 你是誰 帥哥嘛 有別的傳統電視 星座命理節目 心不料情由資深藝人郭子乾 搭配其他網紅 藉由五分多鐘小短劇 解析星座個性 投入網路 我覺得這是一個趨勢 像我們一般在滑手機看 這是什麼東西 看一下 就滑掉了 那你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 吸引到這些看網路的人 這是跟電視完全不一樣 網路節目每分鐘都有梗 得在短時間內吸住觀眾眼球 在小成本製作下 考驗編劇和演員功力 我們現在的成本都壓在十萬以內 來去做的話 其實只要點擊率破百萬 變成是一個常態 其實這個節目不會賠錢 拍網路綜藝節目 門檻比電視台還要低 但效益卻很高 進不了前上線後 最高點擊率破了九十幾萬 第一季還在試水溫 似乎就已經看到前進了 其實在網路上的過濾模式 其實就是點擊率 點擊率 那將來在客戶那邊 受不受到認可 能不能談到冠名 有效的植入 對不對 然後植入是不是它的目標 如果這塊能遮掩我的成本 我的商業模式 就已經成熟了 那是舉入 幫幫你 其實什麼話都用不著 你是我嗎 怎麼可能 你們 就這個樣子 沒有 還不是你們 一直讓我重複吃這個保養品 我一直一吃 就越不越年輕了 藉由置入 廣告 網路綜藝節目 找到商機 只是對比中國大陸 台灣的網路節目 已經慢了好幾步 以目前來講 中國大陸的電視台 其實跟台灣現在是 基本上是一樣的狀況 每況愈下 現在只剩下所謂一線衛視 前五家 現在能賺錢的 湖南 江蘇 浙江 東方 對不對 然後跟北京 大概甚至幾家 但是你反觀 OTT平台就是所謂 中國的網路視頻 騰訊 愛奇藝優酷 蓬勃發展 當網路興起 碰上電視產業蕭條 促成了OTT平台崛起 OTT是Over the Top的縮寫 意思是 建構在網路上 提供影音多媒體內容 不需要傳統有線電視的服務 最早從歐美開始盛行 近年來這股風潮也吹進揚州 我們現在提到OTT這三個字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Netflix 可是他們的商業模式其實非常單純 就是跟你收月費 它沒有什麼干擾的廣告 沒有誰來跟你灌名 應該連置入都沒有 知名的OTT平台Netflix 進軍台灣後 適應了一大批追劇粉絲 甘願掏錢當會員 只是當台灣 中國大陸的影音平台 如雨後春筍般崛起 只要複製同樣的獲利方程式 卻有難度 坦白說在華人圈要經營OTT 比Netflix要花非常多的工 在所謂變現這個事情上面 就是你很難是說我單一月費制 就可以有固定的利潤 因為這是挑戰一個民族性的問題 因為華人圈真的不愛付錢 目前兩岸的影音平台 大部分都是免費收看 於是有大量的廣告 置入以及冠名 根據數位行銷協會統計 在2016年上半年 數位廣告銷量達到111億 正式超越有限加上無限的 電視廣告量110億元 首度出現黃金交叉 現在誰認為台灣的電視台收視率 是真的 全是假的 2300萬人口 它的抽樣樣本數 應該在低於2000個以內 對不對 用這種 這只是非常約略的代表性 這是非常不科學的 因為現在的科技 你看每個人手機 點擊率 這都是direct的 對不對 那怎麼現在還在用這種呢 而且更荒謬的是 它可以用這個當作是貨幣 在投資人一致看好新媒體發展 網路聲量不斷壯大 只是這塊餅看起來很大 能不能從中獲利是個問題 Netflix沒有賺掉錢 愛奇也沒有賺掉錢 就是大家看這些同業 或是這些先進 這些國外的公司 媒體巨播搞得瘋瘋活活的 然後其實本身都還沒有開始 真的盈利 我們所謂的營收是有 但是你說有沒有達到水一兩瓶 我一定是沒有 這媒體平台不斷燒錢 還在探索盈利方式 只是當手機取代遙控器 網路劇 網路綜藝成了年輕世代 擁抱的新媒體 無形當中也削弱了 傳統媒體的影響力 這場媒體大戰已經悄悄開始